分享一个简单实用的戒身动作 它是行一圈十二行的拖行 好 我们来憋坐 憋详解一下这个动作 切式双掌 掌心相对放在胸前 然后左手往外划圈同时外翻手掌 这个时候右手往里往上掏 然后它再往下 它继续往上 到下边的时候一个掌是往上翻 一个是往外翻 看 又成了双掌相对了 然后这个时候继续右手手掌往外划 左手往上掏 掏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也是翻过来 好 连贯起来 很简单的一个活接活走的戒身动作 同时呢 在我们站立定步学会之后 可以加上一些这个力的和重心的转移 比如说我们往这边滑的时候看 我就往身体往这边动啊 往右滑的时候 我们身体往左边 那往左滑的时候呢 身体的重心往右边 以此呢 形成一个像滑水一样的动作 然后逐渐再熟悉了之后呢 我们再加上这个重心的起伏 比如说左滑的时候呢 就像推着水一样啊 这个水往这边一推 你看 它往下的时候 你看身体是不是要往上 如果呢 它往左的时候呢 身体就会往右 这就是一个找到在水中游行的感觉 那这就是找这种阻力感 阻力感呢 我们就有相反的这个作用力啊 左下方滑呢 身体势必会借着这种阻力呢 往右上方走 所以去找这种这样的一个协调 游慢极快啊 慢慢的啊 结实慢慢的 然后呢 逐渐可以越来越快 而且呢 还可以走一走这种活步的啊 包括进退啊 都是可以的 也可以往前进 也可以往后退 也可以速度快一些啊 也可以慢慢的越来越熟练 这个动作呢 它就不会受制于场地的卸制 随时随地啊 哪怕你在办公室啊 如果觉得工作浮按时间长了啊 可以随时起来这样活动活动 列得很熟悉的时候 也可以加一些发力 这个要求就比较难了啊 大家也可以去模仿模仿 试一试啊 比如说停到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 哎 这就是在哪停顿 哪就可以往处抖这把镜里 啊 那里就可以向下伤同